Hello 我是大人學的Joy 大家今天好嗎? 今天我們要來講的是在餐廳的時候 如何跟服務員跟他們互動 從一開始當你踏進這個餐廳的時候 通常服務員他就會看著你說 How many? 就問你說有多少人 然後你就可以用手筆2 又或者是你也可以自己說 I like a table for 2 我想要一張兩個人的桌子 這時候服務員他就會走去看一下 他說ok 然後就用手勢指後面 然後就跟你說來請跟我來 So please 通常服務員就是wetter 他們通常會問說 So how are we doing? Do you guys prefer bottled water or tap water? 意思就是說 欸你們想要喝瓶裝水還是自來水啊? 那通常這時候我都會點tap water 就是一般的自來水就好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一旦你點了bottled water 他就會問你說 So what brand would you like? 你想要什麼樣的品牌? 天啊你那時候就會想說 到底那些法國品牌的名字要怎麼唸啊 所以不如省省吧 然後他就會去拿水 回來之後呢他就會說 Here you are 然後他就會問你說 So would you like to start with some drinks? 你想要喝點什麼嗎? 這時候他講的那個drink 並不是指飲料喔 而是酒 那你這時候如果你不想喝的話呢 你就可以跟他說 Oh maybe later thanks 就是喔沒關係 等等我們再點 Alright 然後這時候呢 當你水也喝了 然後酒也跟他說不麻煩的情況下呢 接下來就要進入就是點餐了嘛 那要到點餐的時候呢 基本上無外乎就是appetizer 前菜 再來是entrée 或者是main dish 也就是主餐 那再來就是吃完主餐之後呢 當然就是dessert 就是甜點 那這三個呢 就是基本上喔 在國外我們在餐廳 在吃飯的時候 他如果時間不改 幾乎都是一道一道的過來點餐 Waiter過來問你說 欸這三個你要吃什麼的時候呢 他不會一次全部點完 通常他都是一道一道點的 然後如果你不知道到底要點哪一個時候呢 通常你就可以說 So what do you recommend? So what's your best seller? 你可以問他你推薦什麼 或者是問說 欸你們賣的最好是哪一樣 好啦那最後啦 我們全部都吃完啊 那吃完之後總是要結帳嘛對不對 這時候可千萬不要大聲的說 欸佛物園 OK千萬不要做這件事情喔 國外的文化就是你就坐在那邊等 然後有waiter經過的時候呢 你只好跟他說 Excuse me May I have to check please? 或者是簡單一點兩個字就好了 Check please? 那這時候呢 欸他就會送帳單過來了 然後當然就是 欸你就看一下那個金額 想一想欸你要給他多少tip 給他多少小費 然後這時候呢通常我們都會問說 So do you take any cars? 欸你們可以刷卡嗎? 然後waiter就會說 Oh yes we do 於是呢 欸就結完帳了 結完帳之後呢 waiter就會說 Thank you Have a nice day 這時候你就可以跟他說 Bye Bye 如果你也喜歡我的影片 歡迎按讚 或者是幫我分享 當然也歡迎你搜尋 大人學英文 跟我一起學英文 我是Joy 等你喔 等待了